一件百年前的冰淇淋机 在宋朝的商业街上呢 就已经有专门的冷饮店了 俗话说 小鼠大鼠上征下主 在没有空调电风扇的古代 古人是如何度过月浪滚滚的夏天的呢 古人的消暑办法呢 可以说也非常的多 每年在冬天的时候呢 人们就会把这个冰从河面上开凿 凿下来之后呢 放在冰窖里保存 那么在北京呢 现在还有一个地名叫做冰窖胡同 到了夏天开始的时候呢 人们就把冰拿出来 在皇宫呢 这个皇帝会把冰作为一个赏赐之物 民间呢 到了夏天也会做一些冰饮冰粥 以及冰镇的酸梅汤 凉茶等等 还会诊凉诊 诊凉席 除了在这个行为方面开展消暑呢 在精神娱乐活动方面呢 也找一些乐子 比如说有苏语说 善隐清风 其消永咒 可以下一下棋呀 然后一是解暑 二是也成一成清风 解下一天的烦躁 刚刚我们讲到古人怎么用冰解暑 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到北京民族博物馆 带大家看一下 百年前的冰淇淋机长什么样 大家跟我来 大家看这一件桶状的文物呢 就是一件百年前的冰淇淋机 它是内部有两层 最外层呢 可以放冰块当作冷冻剂 内层呢 放冰淇淋的原料 通过快速摇动这个手柄 最后就能形成美味的冰淇淋 那么这个冰淇淋的制作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 宋朝的文史中呢 就记载了 在宋朝的商业街上呢 就已经有专门的冷饮店了 夏日言言 大家都想来上一杯冷饮 在老北京早些时候啊 这个卖冷饮冷食的商贩 是怎么吆喝的呢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堆冰盏 它是一个铜制的 像碗碟形状的一个一堆小盏 这些卖冷饮冷食的商贩们呢 把它放在手中间 通过这一堆冰盏的磕碰出 清脆的响声呢 来作为一个吆喝的声响 人们听到这个清脆的冰盏的声音啊 就知道卖冷饮的来了 像小鼠的习俗 不管是石心 祭祀无骨之神 斗蟋蟀斗曲曲 还有这个晒书画晒衣服 都是围绕小鼠的屋后特点开展的 其实这也体现了 古代人民顺势而变 天人合一这么一个整体的思想